主耶稣说明 我们继续看 当地理书第六章 再看十六节 王下令 人就把当地理带来 扔在四坑中 这个王又无赖 可是又充满信心 他说 你所侍奉的神 他一定会救你 那有人就搬石头 放在坑口 王就用自己的义许 还有大臣的印 把坑封闭了 表示这件事毫无更改 根据波斯人的惯例 就说现在 黄昏的时候丢进去 到明天天亮 如果狮子没有咬他 他没有死 就要释放 但是这种机会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狮子都是 饿得不得了 人一进去 大概都是抢着吃 十八节说 王回宫 中夜 还没有吃饭 也没有人拿乐器来他面前 他整夜睡不着觉 因为王太爱淡里里了 所以因为他这条禁令 好像是他害了他 当然又难过又自责 这里说 在王宫里面一整夜 没有人拿乐器来 这个乐器 有的欢迎做舞女 跳舞的女孩子 有人欢迎做佳肴 就是好吃的东西 所以这个乐器 也不是很单纯的说 在那边谈谈奏奏 所以这些音乐器 不是只是音乐 被音乐 英文欢迎什么 音乐器 玩乐器 就是包括 歌舞 唱歌 跳舞 然后吃吃宵夜 通常都要有 飞兵 来陪着他睡觉 这个晚上什么都没有 没得听 没得看 没得吃 什么都没有 大概是 王什么都拒绝了 对他来讲 这是最长的一夜 19节 次日黎明 王就起来 急忙 到狮子坑去了 因为黎明 就是这个 这个时间过去了 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关心这件事 就是往一个人 往狮子坑跑 20节 到了坑边 他哀声的夫 叫但里里 这是存着 绝望中的一点点 希望而已 他说 永生的神 仆人 但里里 你所尝试 后的神 能够救你 脱离这个狮子吗 21节 但里里听到 王在说 就说 愿王万岁 这一句 一想 我看 这个王 整个心都开了 当里里说 我的神 猜浅 狮子 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我 为什么 因为我在神 面前 无辜 我在王 面前 也没有 行过 亏损的事 当里里 在这里 见证 为什么 我可以 脱离 狮子的口 因为我在 神 在人的面前 我没有 行过 亏损的事 不做亏心事 所以神 保佑我 王很高兴 就叫人 把 当里里 吸上来了 当里里 就脱离 狮子的坑 圣经说 身上 毫无损伤 因为 信靠 他的神 从 狮子坑里面 出来 毫无损伤 这个就跟 但里里 三个朋友 从火窑里 出来 豪华 无伤 一样的道理 根据 脱离人的 惯例 谁 控告人 丢 狮子坑 如果 那个人 真的 没有死 控告的人 就要下去了 二十四节 王就下令 人把那些 控告 当里里的人 连他们的 妻子儿女 通通带来 丢到 狮子坑去 这是脱离人的 利 不过 如果按照 圣经 摩西的教训 是不可以的 摩西 他的律法上 规定说 不可以因为 父亲 而杀儿子 也不能因为 他的儿子杀父亲 但是 这是 脱离人的 条例 下面说 他们还没有 到坑里面去 狮子就 抓住他们 咬碎 他们的骨头 这个有一点 像这个狮子 这个蛋里里 掉下去的时候 好像狮子 都在睡觉 最起码 好像没有意思 要吃东西 等到蛋里里 被救上来了 那些事 好像突然间 醒过来了 也觉得肚子饿了 那些陷害的人 掉下去的时候 就马上被咬射 这件事 就应验了 真言里面的 一句话 看真言二十六章 27节 真言二十六章 二十七节 挖陷坑的 自己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还滚在他身上 这句话讲得没错 挖陷坑 自己掉进去 自己在滚石头 自己被石头压住 这些人 要陷害丹尼里 结果狮子 反而咬 他们 跟他们的家属 所以圣经的教训 永远是正确的 陷害人的 反而自己被陷害 以斯帖记不是这样的记载吗 恶人哈曼要害死莫迪凯 预备一个木匠 准备把它挂上去 一个木架 类似十字架一样的 木架 后来哈曼 后来自己挂上去 那个木架是他自己做的 这件事让我们知道 害人害己 这个就是神公义的审判 二十五节 那时大力乌王就传子了 先温厚各国各族各方的人 说愿你们大享平安 然后他降了一套圣子 他愿所有同管的全国人民 大家都要敬畏 但历历的这一位神 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不败坏 他的权柄存到永远 他能够保护人 大救人 他能够施行神迹奇事 所以丹尼里能够被救 脱离狮子的口 那因为这件事 所以二十八节说 说丹尼里在大力乌王在会 古列王在会的时候 大响亨通 看来这个三朝元岛 真的是不倒翁 是长金树 我要利用一点时间 来谈谈狮子 现在大家想想 圣经里面 有几个人胜过狮子 and how many prevail overlines in the Bible 圣过狮子 are prevailed overlines 知道吗 can you remember 参生 参生 第一个 圣过狮子的人 参生 看诗诗诗记 十四章 这个 这个 但你里胜过狮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训 诗诗记 十四章 now we turn to now we turn to Judges chapter 14 第五节 verse 5 参生 he had no weapon in his hand 却将狮子撕裂了 he tore the lion apart 这好像狮裂三羊糕一样 as one would have torn apart a young goat 参生 胜过狮子 and Samson overcame the lion 他手中 没有气泻 he had nothing in his hand 可是 第六节说 耶和华的灵 感动他 but 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mightily upon him 所以 他胜过 and so he prevailed 还有哪一位 胜过狮子 who else prevailed over the lion 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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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摩罗记上 十七章 三十四节 十七章 三十四节 大卫对扫罗这样说 你的仆人 我为父亲 放羊的时候 有时候来了狮子 有时候来了狮子 要把群羊当中 咬去一只 那我就追赶他 击倒他 像羊羔 从狮子的口里面 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 我就揪住 他的符子 把他打死 我曾经打死狮子 和熊 那这个非利斯人 个例 有什么了不起 能够胜过狮子 又有一个 就是大卫 他特别说 是神帮助我 神救我 脱离狮子的爪 所以要胜过狮子 一定要靠神 还有谁啊 胜过狮子 这个我们看一下 就知道 这个很重要的 再看这个历代之章 十一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历代之章十一章 二十二节 由贾薛 勇士 耶和耶和耶道的儿子 比拿亚 行过大能的事 他杀了摩亚人 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 又在下雪的时候 下坑里去 去杀了一个狮子 这是大卫的勇士 比拿亚 他不但可以杀仇敌 他也曾经到一个坑里面去 把一只狮子杀掉了 所以他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 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金兵 我们有没有办法杀狮子呢 另外一个就是 丹尼里了 他虽然不是杀狮子 可是 他从狮子的口中 被救出来 这也是很伟大 还有一个是谁 圣过狮子 很熟很熟的名字 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都忘记这个人杀过狮子 好了 我们看一下 皮摩太后书 第四章 17节 我有主 站在我的旁边 加给我力量 此福音被我尽多传开 叫外邦人都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保罗 他说啊 我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我相信这个狮子 不是真的狮子 我觉得这个狮子 绝对不是动物园那个狮子 可是保罗为什么说 我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他所说的这个狮子 就是坏人 而这个坏人呢 可能就是亚利桑大 因为啊 在他书信里面 有提到亚利桑大 这个十四节 十四节 同将亚利桑大 多多的害我 主耶稣一定会报应的 所以十五节 保罗在提摩太说 你要黄备哦 因为他一直都在反对 在阻挡我们所谓 保罗他脱离狮子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向丹尼里脱离狮子的口 彼得前书第五章啊 彼得说 这个撒旦啊 好像吼叫的狮子 所以今天我们的狮子 比当里所遇到的 更凶 那是魔鬼 主耶稣在狮子架上 被钉狮子架 诗篇里面呢 说下面啊 狮子架下面 有好多 吼叫的狮子 那些吼叫的狮子 是罗马人放狮子 是罗马人放狮子出来吗 不是 是罗马的兵兵 是 犹太人那些 控到耶稣的人 简单的说啊 就是坏人 当里里胜过狮子 那是真正的狮子 今天啊 要叫我们跟狮子搏动 我看不太可能 除非啊 将来我们真的 遇到逼迫 被丢进狮子洞 但是现在我们所要 搏斗的 要征战的对象 狮子 是撒旦 也就是坏人 那这个狮子 在我们旁边很多 所以我在读 这个丹尼里书第六章 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今天的狮子 比丹尼里更可怕 丹尼里 所遇到的狮子 是伤害他的身体 可是今天要伤 我们的狮子 是伤我们的灵魂的生命 但丹尼里的狮子 是在狮子坑 今天呢 我们的狮子 是在周围 随时都有 你看啊 约射到埃及去 在脱皮法的家中 做工 他差一点 就被一只狮子摇了 他在埃及所遇的狮子 是母狮 那是母的 是不是 他的外衣 被咬走了 他是脱离的 他没事 那一只母狮 凶得不得了 就在他的旁边 而且怕他的外衣 都摇走了 就是约射说 我不能做这个大恶 得罪神 他胜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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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孙的狮子 是在葡萄园 是工作的场所 今天呢 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 也有狮子会出现 所以你在上班的时候 旁边很多狮子 有公的 有母的都有 随时都要吞噬我们 参孙了 手无器戒 参孙 手中了 一个武器都没有 但是因为神的灵充满了 他就招式撕裂了 保罗 有这个亚利桑大 要害他 亚利桑大是谁 是信徒 这个信徒 竟然要害 这个传道 我不晓得 到底这个保罗 得罪 亚利桑大 得罪什么 不知道 因为在使徒形状里面 亚利桑大还不错 可是保罗 写这个最后 这封书信 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同将 亚利桑大 多多的害我 他说 提摩太啊 你要注意 你要还背 因为 他一直在 反对我们 到底这个 保罗 得罪了 亚利桑大 什么 曾经没有记载 但是 亚利桑大 就是要把 保罗 害死就对了 为什么这个信徒 这么痛恨 这个传道人 一辈子 做保罗的 死对头 保罗 不管去哪里 他就是反对 到底 很可怕 但是保罗说 主耶稣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所以我相信 一人 最终 还是会蒙保守 今天呢 我们要向 但以理能够 胜过 狮子 按照 但以理自己 做的见证 就是两个方法 最后我们看一下 当以理书 第六章 22节 所以要脱离狮子的口 首先呢 就是对神 对人无辜 就是没有犯罪 我没有得罪神 也没有向任何人 做过亏心的事 这是第一点 很重要的 第二点 当底底自己说的 二十三节 当底底从狮子坑 被吸上来 身上毫无损伤 下面说 因为信靠他的神 因为信靠他的神 所以信靠神 才能够脱离狮子 那么这个信靠 也就是六章 第十节 一天 三次 祷告神 他维持这种 一天 跟生神 三次的灵交 这种祷告的生活 所以保守他 没有受狮子伤害 我相信 当尼里被 丢到狮子坑的时候 他一定会祷告的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 儿童聚会的 那个故事本里面 当尼里被 放到狮子坑的时候 有一张图 就是画着 当尼里在 狮子的旁边 祷告 平常都在祷告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狮子坑 一定会 加强祷告 如果他祷告 狮子就 好像都 懒痒痒的 那个图片 都画那个狮子 都离开很远 在那边卸教 因为他信靠神 所以 当尼里胜过狮子 两个理由 一个是 对神无辜 对人无过 一个是 信靠神 今天我们 环境 我们旁边 这么多狮子 我们要怎么样 脱离呢 有时候真的很难 所以只要我们 学习 淡地的 这两样 做一个 对神 对人 都无辜的 过着 常常 信靠的 生活 我相信 在凶的狮子 也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 所要对付的是 如同 吼叫的狮子 那个撒旦 所以 所以 当地理书 第六章 给我们这一点 教训 很重要 你学习 但地理的完美 学他 有美好的灵性 然后能够 蒙神 保佑 脱离狮子的 口 明天开始 我们进入第七章 从明天开始 就是进入 预言的部分 有一些 我们也许明白 有一些 我们真的不明白 那因为 可能是时候 还没有到吧 所以 虽然 有些 解说 但是 不一致 那我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第七章 大家一起来研究 愿大家有时间 先读一遍 我们来唱诗 今天晚上 我们唱一百八十八首 因为 但地理的故事 已经写在第二节 因为 故事 Daniel 是记得 第二节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